华阳果汁数字中记载 川仁上滋味好新香 自古川菜在人的印象中 辛辣成为其代表 然而据成都通篮记载 川菜七成以上的菜肴 却并非麻辣 今天我们要介绍一道川菜 正是川菜中清汤菜的代表 有人评价它为川菜精品中的一颗遗珠 鸡豆花 这是一道川菜清汤菜中的代表之作 然而听闻过鸡豆花的人却寥寥无几 更别说品尝了 因其形状看似豆花 但吃鸡不见鸡 豆花不见豆 这道菜仿佛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不少人好奇在四川菜肴中 果真有鸡豆花这道传统川菜吗 这本书是我1988年 教主的一本这个《鸿骨经》 它的鸡类 这一篮里边就有鸡豆花这一颜菜 鸡豆花这个菜至少是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 胡连璇是四川省制川菜制编撰委员 从事川菜研究四十多年 曾出版多本川菜书籍 他花了三年多时间 根据一本清朝同志年间的手抄本 并参阅《成都通篮》等书 写成了这本名为 厌款丰修一样调顶新路的菜谱 而在那本清朝的手抄本上 就已经记载了鸡豆花这道菜 这个菜如果是从食材来讲 它并不是很名贵的 它的关键就是助攻比较精细 所以我该开解的四个是 豆花不用倒 吃鸡不见鸡 相传鸡豆花这道菜的发明 与后属主梦场的爱妃花蕊夫人有关 因花蕊夫人未弱 梦场下令让玉厨为她做一道 一消化的食物 玉厨想尽办法 最后从细嫩柔滑的豆花中 找到灵感 将鸡肉制作成豆花状 不仅一消化更具营养 从此鸡豆花变成了花蕊夫人 最心爱的菜肴之一 在我们四川 啥是有客人到 就要自己推豆花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习俗 我记得在北京的四川版本 你研究什么 你精神使用鸡豆花 它也可以作为传材的一个代表材 严谨的客人 反应四川热情好可以的一个方便 鸡豆花这道菜工序极其复杂 不易制作 所以只有在国宴或者招待上等宾客时 才会出现在菜单上 今年一月 八位来自成都映像的大厨 携带着九箱调料 三箱竹子和四十套餐具 空降西班牙马德里 以包括鸡豆花在内的十一道川菜精品 为我国驻西班牙大使 马德里市长等二十多位政商名流 奉上了一席地道的成都宴 但是在西班牙外国的大使吃了之后 对我们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鸡豆花这个名字 首先就让大使人非常好奇 没有看见鸡肉 为什么能够吃到鸡肉的味道 饭有力就是当时将这些地道成都味 带到西班牙的八位大厨之一 那么鸡豆花这道工艺繁腐的 传统成都菜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 一定要把这个精吃干净 将猪皮割放于菜板上 再取士林母鸡的鸡胸仆肉 放在猪皮上 用刀背慢锤 要将鸡肉做成豆花状 制容是关键 这其中一道精细的工序 必不可少 那就是除筋 如筋味去尽 就无法呈现出豆花般的细腻 一边锤 这时候一边拿到齐 然后把这个鸡肉上面的筋 一边锤干净 使其他的客观更加细腻 酸滑 一边慢锤 一边除筋 但这一道工序 就要耗时两个小时以上 之后将手感滑腻的鸡蓉 加入蛋清 淀粉 食盐 倒入鸡 鸭 骨棒 干贝等食材 熬至五个小时 并吊汤八个小时 滤制而成的清汤中 将鸡蓉顺时针搅拌至糊状 接下来就是制作鸡豆花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工序 冲 冲是川菜烹饪中 难度降高的烹饪方法之一 冲得快慢 方向 多少直接关系到菜品最后的成型 慢火熬煮了二十分钟后 鸡肉逐渐凝固成豆花的样子 最终将这碗豆花状的鸡肉 放入清汤中 配上枸杞 豌豆尖的嫩叶与火腿 一道传统工艺烹饪而成的鸡豆花 终于完成了 现在鸡豆花这道菜的话 制作工艺 各于繁琐 技术的要求也比较高 然后对食材的要求也比较高 所以好多地方都没煮这道菜 尽管工序复杂 但这道如此精美可口的 老成都味道 并不会消失 因为有无数热爱美食的人 正在追寻它的足迹 我叫艾琳娜 来自俄罗斯 我来成都已经四年多了 我非常喜欢成都 最喜欢成都的美食 对于阿琳娜来说 选择留在成都 不仅因为这座城市的舒适安逸 更因为这里有她最爱的美食 我吃过一次鸡豆花 非常美味 我听说成都有一位厨师 会把鸡豆花做得很简单 我很想去学 自从尝过一次鸡豆花的味道之后 阿琳娜便对这道神奇的菜肴念念不忘 而她口中 那位能把鸡豆花做得很简单的厨师 也并非一般餐馆的掌勺 而是赫赫有名的川菜大厨 于波 现在年轻人家不到这种工夫来吃 去用刀 金刀 切墙 斗门 切拍金 这个东西有名于学 学得回不 学不回不的人来学这个东西 于波是个地地道道的成都人 早年曾在成都 鼎鼎有名的鼠风园掌勺 十亿年前 于波和妻子创办了 于家厨房私房菜馆 2012年美国新闻周刊邀请全球53位顶尖大厨 选出了世界上最美味 最奇特 最令人难忘的101家餐厅 成都的于家厨房是中国内地 唯一一家上榜餐厅 而它的上榜理由是创新 又能提供最正宗的传统川菜 你想了解这句话 很方便 很简单 我怕它破译得非常简单 便于你们学 走吧 我们去学 于波对鸡豆花这道传统成都菜的创新 却源于一次偶然 我们两年八十岁 我们听来也不是很好 就想做鸡豆花给它吃 连这种传统的做法是很麻烦的 所以就想到定时 我就觉得应该用咬变起来就去 正是由于这次经历 于波认识到一道传统川菜 绝不能因其做法反腐而失传 只有让它变得简单易学 才能实现更好的传承 回国后 于波便将这道改良后的鸡豆花 变为了于家厨房的看家菜 很多食客都是奔着这一口鸡豆花 专程而来的 我呢有点改变它就加了一天 当归和黄契 这个是一种中药 它有铁酥的香味 你看 豆粉 蛋清 是用的是鸡脯子 清汤 烟 汤 来不负责最重要的 就把它 来 好 怎么弄 相比于鸡豆花的传统烹饪手法 鱼波利用现代科技 用搅拌机将锤肉 挑筋这一繁杂的东西简化 原本担心学不会鸡豆花制作工艺的他 在短时间内就掌握了这道菜的烹饪手法 全是鸡 在家里面这都有吧 你们家里面肯定有这个东西吧 对了 然后给它盖拿一葱 它又是豆花 你说简单不 非常简单 我心机的天就会弄 黄奇 单位 那这个中药的味道是咸吗还是 它是一种香味 它会更香 很香 非常非常香 阿莲娜已经在成都生活了四年 对成都菜的各式新奇做法 早已见怪不惊 但在菜品中加入中药 它还是第一次见 我这个我们家里有单规的朋友吃 我这个我们家里有单规的朋友吃 一碗鸡豆花将古时的记忆与现代科技结合 这看似质贱 这看似质贱 实则深藏功利的鸡豆花 不麻 不辣 但味道浓郁 就像成都人的气质 不花哨 不张扬 注重的是生活本身的味道